指揮中心提醒警察 以及消防交通提醒民眾 天雨露滑小心慢行 值班指揮官無線電聯繫外場 内場各局處首長官員 緊盯自己全責的業務 那外縣市的部分 就是占大概73% 大部分都是從使用大眾運輸 这个隱身在市運主場館的指揮中心 犹如高雄市政府的战情勢 要確保歌迷開心安全地聽演唱會議 每一個環節更是不能馬虎 鏡頭看不到的地方 有四個大螢幕 被視為指揮中心的最高機密 我們都會根據賣票的狀況 還有大數據 對於我們所有的服務設施做調整 譬如說火星人 那女性的粉絲比例 大概是58%左右 所以我們就會調整男女廁所的比例 日本天團One OK Rock順利開場 只是包含場外歌迷現場就有6萬人 如何疏運又是一次效率大考驗 歌迷專屬接駁車 舉牌指引搭車方向 來趕快進來 小港的車已經在熱台等你們了 這一晚75分鐘完成疏運 全賴經驗的累積 最高的單天演唱會的粉絲的人數 將近10萬人都完成疏散 大概只用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這個大概全球來講也是絕無僅有 漂亮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城市服務團隊 緩緩相扣的努力不懈 才能夠成功創造演唱會經濟 就按索離一下 我的笑顏 往上 ぁ 你看 我 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